好 大家晚上好 你看 今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大象 五年一度的大写也快到了 我们相信也缘啊 为了要当代的大写 在这儿晚上当代代之最好表演 天天练习 差点就要失声了 各政党的候选人啊 为了上阵顺利以及赢得险阱 每天到处的演讲 也差点失声了 要是我们这两个人就在尽管失声了 我们之前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要是候选人 他们可不怕失声 因为他们懂得如何保养如何进步 说来听听 不吃酸 不吃辣 不喝冷水 随身带任口堂 这样就不怕失声了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为什么你会这么清楚啊 哦 因为我最近进进饮食业了 进进饮食业 是当厨师吗 诶 不 我是投资 投资 诶 他当了老板 我现在是一间大餐厅的小老板 不过是个小老板 诶 不 不 我是小餐厅的大老板 诶 也不过是一间小餐厅 那说说你的生意如何 很好 赚钱啊 真的吗 哇 你好像不信 不要紧 我就带你去我的餐厅参观参观 顺便请你搭示一顿 好 走 你餐馆在哪 啊 就这儿 这儿就谁餐馆 你看 现场固执的富丽堂馆 助我不需求 现场人山人海啊 啊 可是如果你想像我这样的顾客 我说你这餐馆一定关闭 诶 你这话怎么说呢 很简单 因为我人生来对吃没有兴趣 唉 你不喜欢吃 这样你这一世人就真的是白活了 什么话我白活的 有没有听过三字经 这吃东西跟三字经有什么关系啊 听好了 三字经是这样写的 人之初 身体怕 吃不饱 谁知过 吃得少 不好搞 吃不好 会病倒 有多少 吃多少 还不饱 再找找 活到老 吃到老 这儿和说 真名是胡乱创载三字经 对 我还跟我说 吃的是苦 不吃是糊涂 有的吃就吃 不吃白不吃 可是人总不能老是吃啊 唉 我外婆再补充多一句话 明以食为天 鸟为财食 人为食王 不 你外婆说错了 是人为财食 鸟为食王 人为财 人为食王 人为财食 我问你 我们赚钱是为了什么 早上一起穿 柴米如盐 面包牛油 微思烦恼 吃喝玩乐 吃喝瓢肚 吃吃挂帅啊 我说 衣食住行 这食就是吃 它只排第二 也有点道理啊 还有 每天再见的时候 我们回家朋友 一天只吃一餐 这就说明了 吃不是最重要的 被也不见得 有些人为了吃 连衣服也不要 有这样的人 我的外婆说过 他家里的老人家都在说话 当了沙龙 吃榴莲 为了吃榴莲 连自己的衣服都当掉了 吃榴莲 好吃到是受吃 这次快点看听口话 你别误导观众 总之你来这里 你就给我好好吃一顿吧 不行 我不吃 好好好 我当保你今晚一定会吃 那好 各位观众 你们来当个评审 我今晚一定不吃 那我就介绍你本店的饼菜 包你耳目一心 尽管说 我们有豆树红鱼 清真海上鲜 干杯龙虾中 清真气彩海鲜 还有北京菜 香港菜 台湾菜 越南菜 算了吧 我对这些都没有兴趣 那我就介绍你本地华人风味了 我们有客家菜 广东菜 潮州菜 海南菜 福建菜 福州菜 福建广东菜 广东潮州菜 潮州海南菜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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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万七八糟的东西是什么啊 不同习惯夫妇煮出来的 恶意嘛 真是乱搞菜色 怎样 我对这些也没有兴趣哦 好 那我介绍你外国的 我们有西餐 我们有法式 德式 英式 意大利式 罗马尼加式 连非洲的烤老鼠 我们都有免费提供 怎么我新东西你吃吧 我不吃 那我们食物会煎 会炸 会爆 会炒 会蒸 会煮 会 我自己啊 看赶赶 失望 我没着打亮 那我就向你推荐一下我们本地各民族的小食 我们有 Nasila Mata Nasi Prani Nasi Pataya Miru Mug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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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ken Cuc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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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联合国世界鲤梁祖的报告 一个人一生中吃了24,065公斤的蔬菜 16,050公斤的骨类 6只羊 9只牛 127只猪 还有16,856只鸡 16,856只鸡 这会免太多了吧 平均一星期你吃7只鸡 一天吃1只 你每天有吃鸡蛋吗 有 我吃鸡蛋 那你一个月就吃了30只鸡了 什么 如果你不吃那些蛋 那些蛋却浮生鸡 所以吃蛋就等于吃鸡 他就是点碗都在说歪一句 我不跟你争论这一点 怎样你爹就只有这些东西吗 除了这些好料之外 我们还有 三只台胃 飞行走兽 铜铜铜 叶多 驼风 熊掌 鳄鱼肉 老虎肉 熊猫肉 欧拉 蛋肉 这些都是受保护动物 真的可以吃吗 哎呀 我们客人爱吃嘛 我们华人有几千年吃的历史 什么都敢吃 什么都会吃 反正什么都吃 凡是陆地上走的 除了坦克车 我们都吃 天上飞了 除了千水顶 我们都放过 水里游了 除了 水里游了 除了千水顶 我们都吃 什么东西 你都会敢吃 哎 凡是四只脚的 猪狗 牛羊 四脚吃 我都吃 哦 就我看了 眼前试验 只要是四只脚的 你都吃哦 对 凡是四只脚 我都吃 哎 不不 除了坐紫的椅子 那么 有熟的东西呢 我们吃熊掌 有熟我们都吃 只要是有熟 就敢吃 对 哎 不对 除了熟就蛋 那么 如果是有头的东西 你敢吃吗 我们吃咖喱一头 不过我不吃石头 总之 拿这里 你就得好好一吃 不行 我怕胖 你这身材胖得起嘛 我看你啊 我论平你大吃大喝 三个月啊 你都胖不起来 哎 告诉你 我这身材是刚刚好 我看你啊 是脸色苍白 瘦骨如才 简直是严重营养不良啊 给外国人看了 还有一大马 闹鸡光呢 分分钟现在啊 会成为大选特题呢 成什么大选特题 大家都知道 当国太平安 人民风一族时 你别在这里胡说 总之 提供美味佳肴 是本店的严业方针 让顾客吃的痛快 是我的毕生厌旺 那 哪有怎么样 只要我保证你这么一吃啊 我干淡保你 不出三个月 头发乌黑亮丽 脸上红光四色 白里透红的脸里 没有一丝皱纹 而且老满肠肥 大肤便便 肥头大肯 这也是我祖父所希望看到的 原来他的祖父 也是餐馆的老板 没有 他是养猪的 很磨 你把我当成是猪啊 像个小 这次来这边 你吃一点吧 不 我这人就是跟吃无缘 你跟吃有不解之言 我告诉你 打出你母亲怀胎失业开始 他为了你每天进步 你就好比啊 身体里的寄生虫一样 每天只会吃 刚才说我现在还把我鼻子寄生虫哦 哎 再说你毕业窒息的时候 虽然你不会吃 但是你父母还是 杀鸡杀鸭 买了大蛋糕 来招待清纯器哦 可是啊 你看到在那边口水直流呢 婴儿本来就会流口水啊 在你新温之夜那天啊 为了招待客人 你无想做些好好吃一顿 至今你还耿耿于怀呢 哎 别胡说我还没结婚 有一天你不辞而别 严肿高飞 亲吻器 我大吃大喝 为你送别 为了我的离去 还要大吃大喝 大吃庆祝 那我就是欢送会吗 什么欢送会 你说的分明就是追到会 对对 是追到会 在你的墓碑前 哪会急而要 像你没来演气啊 看你生前是这么后悔 没有啊 我吃一顿的 我死去还变成了恶鬼啊 再说再联络啊 哎 够了够了够了 哎 这新年期间 你这乌鸦嘴就别在这里 不说八道了 我就是吃一口算了 啊 总算吃了 我又赢了 怎样 味道如何 哎 这个味道不错 是什么 这是本店的第一名菜 名堂得大呢 就是 鲜奶炖老鼠 什么 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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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